沙拉三部曲第三部 猫头鹰一言值千金 第21章 沙拉整整一夜都在想 系在威尔森霍姆家骨仓里的那根绳子 她等不及地想倒挂在绳子上 刚开始时 唯一令她振奋的念头就是 头朝下倒挂在绳子上 在空中飞翔 两臂向前伸展开来 就像她看安妮特做的那样 可现在她把这些抛到了脑后 心心念念不忘地想着的 就是进威尔森霍姆家的骨仓 学习安妮特准备教她的那些记忆 还有学会最基本的 就像安妮特说的 第二天放学后 沙拉和安妮特来到树屋 刚在平台上坐下来 所罗门就飞到了他们身边 嘿 你们好 小雀儿们 看得出有崭新明朗的愿望 给孵出来了 沙拉和安妮特笑起来 哦 索罗门太高兴见到你了 安妮特开口道 我们是付出了新的愿望 可是现在不知道怎么实现它 哦 这实际上不是你们的事 安妮特 其实我认为你们已经完成了最重要的任务 你们催生了新的愿望 可是索罗门 我们什么也没做 还有很多需要做的事 这样 哦 安妮特 你说的对 还有很多事会一一展现 但最重要的已经发生了 你们使一个明确的愿望诞生了 现在你们要做的就是顺应它 索罗门 你说的太容易了 顺应它 让它进来 可是难道我们不要做点什么吗 一旦新的愿望孵化出来 接下来你们能做的最重要的事 就是顺应你们的愿望 你知道 如果一想到它 就有好的感觉 那么你就是在顺应它了 当然你什么都不想 也可以顺应某些东西 实际上 只有当感觉恶劣时 你才是在拒绝顺应美好的事物进入 我要是你们 凡是我能想到的事 只要做起来感觉好 我都会去做 那么说 你不会跑遍整个城镇 去找根可以悬在上面的绳子了 哦 也许会的 如果很有趣的话 不过 要是没意思 我就找别的事做了 我注意到 一旦愿望生发出来 你若是开心 一切就水到渠成 你实际上只需一路走来 道路在你的眼前不断延伸 我记得沙拉见过一两回这样的情形 沙拉听到自己的名字 微微吓了一跳 索罗门说话的当 她深深地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 想着她和赛斯种种奇迹般的经历 那么多看似没有出路的情形 却总有令人欢迎讨历的结局 这一切都因为他们总是寻找让他们感觉美好的事 而不是竭力做成什么 那些问题比找根倒挂身体的绳子可大多了 索罗门 沙拉说 是不是愿望越重要 起的作用就越大呢 实际上 沙拉 愿望总是起作用的 不管它重要还是不重要 但我注意到 愿望越强烈 你就会付出更大的努力 使自己感觉好起来 感觉越好 愿望就会更快地发挥作用 因为感觉越好 你就会更好地回应你的愿望 想想你渴望的东西 还有为什么渴望 这是个很奏效的法子 能帮你迅速进入顺应状态 安妮特细细睁着字眼 缓缓说道 我们想找一根粗大结实悬挂着的绳子 因为我想教沙拉怎么安全地倒挂在绳子上 很好 安妮特 索罗门微笑地说 我想找一根粗大结实安全悬挂着的绳子 因为我想学会倒挂在绳子上 因为我想像安妮特那样悬在绳子上飞 沙拉热切地补充说 而且因为在绳子上可以玩很多有趣的花样 我很久没玩过了 安妮特又说 沙拉又说 而且因为我想学会所有好玩的花样 还有因为我想在赛斯回来时悬在绳子上飞 沙拉和安妮特笑容满面 两人兴致勃勃 兴奋地呼吸急促起来 索罗门也现出笑意 哦 姑娘们 你们真是在练习顺应的艺术 显然 你们也意识到 只是想想渴望的事 感觉就够开心的了 实际上 并不是非得立刻做你想做的事 才可以开心起来 是啊 索罗门 想想就够开心的了 做起来会更有意思的 当然会更有意思 沙拉 我赞同 现在就很有意思了 现在我该去欣赏黄昏的天空了 我们聊得很开心 我亲爱的 没有羽毛的 坏伴们 她说的是坏伴们 安妮特笑道 索罗门 飞上了天空 是的 没错 沙拉也笑起来 她太风趣了 沙拉和安妮特各自 荡了一回鞦韆 沙拉先荡的 她干净漂亮的 落在了河堤上 然后背靠着树 站在那里 看安妮特飞翔 看她出色的技巧 认真的连一个细节都不放过 一时间 她觉得有些焦急起来 她迫不及待地 想倒选在绳子上飞翔 哦哦 她想 我是在拒绝让她进来呢 她决出这焦躁的情绪 感觉并不好 嗯 用不了多久 我也会像那样飞起来的 沙拉大声 沙拉大声说道 心里不愉快的感觉减轻了 看她飞得多漂亮呀 沙拉说 她多好啊 愿意毫无保留地教我 说完这话 她心里不愉快的情绪 完全消失了 沙拉感觉好极了 和往常一样 安妮特漂亮地 落在了地面上 两人收拾起东西 顺小路曲折行来 从树屋到铺路面的街道 其实并不太远 但小路蜿蜒曲折 常给人柳暗花明的感觉 一路走来 就好似一去横生的探险之旅 他们兴高采烈地走着 一路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小径两边林木茂密 绿荫遮掩 哪里要跳过根原木 哪里要从灌木丛底下钻过 两人心里都了如指掌 他们从树荫深处冒出来 上了路面 明亮的光线 刺得两人眯起了眼睛 当心 安妮特叫道 两人尖叫着停住了脚步 差点撞上一个 弯着腰走路的人 这人刚好走到小道 与大路的接口处 威尔森霍姆太太 沙拉叫道 你没事吧 哦 没事 沙拉 威尔森霍姆太太笑道 没关系的 今天天气太好了 所以我决定不行去市场 可我每回都比预想的买得多 购物袋的底儿刚才给压掉下来了 哦 天哪 我把东西撒了一地 沙拉和安妮特帮她把散落的罐头 瓶子和橘子捡了起来 东西那么多 袋子又不结实 不坏才怪呢 用我们的书包吧 沙拉建议道 把一部分东西放进我们的书包里 应该装得下的 好主意 安妮特表示赞同 沙拉和安妮特小心地 把散落的食品杂货放进书包里 威尔森霍姆太太在旁边看着 哎呀 今天你们俩真是帮了我大忙 沙拉 好像你经常来帮我的忙 我想我没见过你这位朋友 哦 对不起 沙拉说 威尔森霍姆太太 这是安妮特 我的朋友 安妮特 这是威尔森霍姆太太 安妮特礼貌地笑了笑 望着沙拉 两人心里早乐开了花 可表面上还得沉住气 显出彬彬有礼的模样 嗯 索罗门刚告诉过他们 一切会水到渠成 有些时候似乎顺其自然就行了 可这也太令人难以置信了 沙拉和安妮特将书包背起来 三人一起沿着乡村公路走 沙拉微笑着 想着过路人一定觉得奇怪 这三人怎么凑到一块了 不过一路上没碰上水 你们的书包真不错 威尔森霍姆太太说 真是个了不起的发明 我们小时候可没有这玩意儿 不过那时候我们也不用拖一大车书回家 哦 天哪 书包沉得很吧 真不好意思麻烦你们 哦 不沉 太太 不沉的 这种背包就是来背重东西的 我们很高兴能帮上你的忙 多漂亮的地方啊 安妮特说 威尔森霍姆太太打开大门 奇怪的三人组合就沿庭院的小径往宅子里走去 真漂亮啊 安妮特又赞叹道 跟公园似的 太漂亮了 安妮特没想到自己原来如此怀念以前在城里的生活 怀念那精心料理的草坪和花园 沙拉家所在的这个山区小镇 人们比较讲求实际 很少见到修剪的整整齐齐的草坪 大多数人家只除除野草 偶尔用捡草机捡回草 或者把马山羊放出来啃一啃鸟事 而且大多数时候 这里只有野花 自生自灭 没有谁照料 安妮特如饥似渴地欣赏着威尔森霍姆太太美丽的庭院 目光不肯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她恨不得能一下子把所有美景尽收眼底 威尔森霍姆太太眉开眼笑 自家的花园和草坪一直是她的骄傲 安妮特真心喜欢它们 她自然高兴不过了 哦 我很高兴你喜欢我的花园 安妮特 这里的人好像并不是很喜欢 不过我想我也不是特地为了谁种花 不是吗 把你们的书包放在走廊上好了 就这儿吧 好了 跟我来吧 我带你们好好参观参观 莎拉心里暗自笑着 安妮特和威尔森霍姆太太真是很合得来 她想 姑娘们到后面看看去 我带你们去看我的睡帘池塘 还有香草园 莎拉想到 我还不知道她有睡帘池塘和香草园呢 莎拉心里一阵悲哀 意识到自己对威尔森霍姆太太美丽的庭院 其实并不太感兴趣 看到安妮特的兴趣让威尔森霍姆太太变得那么开心 莎拉希望自己能更用心一点 安妮特听着 在那里建了个游泳池 威尔森霍姆太太说 好些年了 我一直想建个游泳池 在水里放松放松 或者游上一回 没什么比这更美的了 重力一下子从疲惫的筋骨上泄去了 你们知道吗 哦 看来你们不知道 不过真是这样的 在水里你几乎没有重量了 你们知道 像你们那么大时 我游泳可棒了 你参加过比赛吗 安妮特急切地问 哎呀 参加过 威尔森霍姆太太答道 太好了 你得过奖品吗 得过 说真的还不少呢 现在我都记不清放在哪了 不过我有满满一箱子的奖品 不知放在什么地方 我最后见到那只箱子 是在古仓的阁楼上 你游泳游得棒吗 安妮特 不 太太 游泳我不行 体操我拿手 我很小时就开始练了 不过我倒愿意参加游泳比赛 古仓 莎拉心里喊起来 古仓在哪里 安妮特还在跟威尔森霍姆太太 礼貌地聊着游泳的话题 聊啊 聊得没完 莎拉突然惊慌起来 她意识到 古仓已经不在了 威尔森霍姆太太 莎拉脱口而出 古仓哪里去了 哦 那个老古仓呀 威尔森霍姆先生把她拆了 莎拉 游泳池就是在那上面建起来的 莎拉和安妮特面面相去 两人都觉得好像一扇门在面前砰的关上了 哦 莎拉轻声说 哦 我想我们该走了 安妮特说 谢谢您带我们参观庭院 威尔森霍姆太太 真是太美了 我很高兴能看个遍 嗯 你随时来玩 安妮特 你也来 莎拉 我的园子随时对你们开放 谢谢 安妮特答道 莎拉微笑着点了点头 她失望极了 什么话也没说 两人顺着院子里的小道出了大门 哎 我看就这样了 莎拉说 明天树屋见 安妮特问 好的 明天见 明天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